齐宇 左 潘岳云小巨蛋演唱会前晚圆满顺利 资料照 记者宋志雄社 记者林南谷台北到道 音乐人陈岳荣透露最近恐怖的事不少 他前晚欣赏齐宇 潘岳云在小巨蛋演唱会 亲眼碰上一件闲样撞鬼的离奇故事 陈岳荣回忆当晚开唱没多久 他前作一位中年妇人忽把身子滑下 对方投靠在小巨蛋不高的椅背上 及肩长发便那么洒脱地垂落在我朋友穿短裤的腿上 陈岳荣说 朋友认了一阵子 悄悄他请他坐直 你的头发披在我腿上了 当场妇人回身说 我不介意 陈岳荣松了一口气说 还好他说完话 还是坐直了 整场没再犯 但他却也哀怨表示 对方简直把我们当洗头小弟了 有网友大笑回应陈岳荣 前面的铺陈像鬼故事 有人立马接枪说 事实上 也是见鬼了 第一个人 你试试了一口气说